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府华语新闻 我是记者孙玄 在大华府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的承办下 来自中国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 今天在马里兰州召开赴美招聘会 那么在现场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不少华府各界的科研工作从事者 以及有意应聘者前来参加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1933年 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学校 目前广东省正在进行创新强效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而华南师范大学是获得50个亿专用资金重点支持的五所大学之一 此次华南师范大学招聘团 由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冯奇李教授领队 响应广东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希望能在北美地区招聘从院士到博士后等五个层次的高级人才 就跟大家传达一下国内的发展一些情况 还有广东省的发展情况 还有我们广东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些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些信息 然后希望海外有愿意回国服务的 回国工作的朋友们多点了解这个情况 此次华南师范大学招聘横跨生命科学 心理学 地理科学 化学与环境科学 教育信息技术等五个重点学院 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对华南师范大学的招聘有更多的帮助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激励更多的大转年的会员 能够参与这些活动 为祖国今后的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国内的这种自主创新创业 这个发展机会很多的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大专年作为一个umbrella的organization 就是作为一个会员的这种单位 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我们的会员能够从中受益 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冯院长表示引进人才的待遇丰厚 条件优越 待遇包括购房补贴 年薪待遇 科研启动经费等 华南师范大学赴美招兵团除了到华盛顿之外 还会对纽约密苏里等地的学校进行访问 加强与海外学生学者的联系和合作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孙玄 马里兰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